只是去除的不是这个食品 书 而是买书这件事 这句话的意思是把书买了 这个话不是说你把书做了一个重音 而是说你把买书这件事做完了 它代表的是这样的事情 把语文考了也是 不是说你对语文这件科目做了这件事 它不是一个重生的对象 而是把考语文这件事做了 所以严格的说它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把考语文考 我把买书买 它的第三件事 就是把考语文这件事做了 就是这样的事情 那这两个考是同行的 所以前面这个考被删除了 就是把买书考了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解释它的语义 就是这类买书的语义 为什么你要表达的是 把买书这件事做了 把考语文这件事做了 如果是离合词 也是这些 把澡洗了 实际上是把洗澡洗了 把洗澡洗了 就是把洗澡这件事做了 你赶紧把澡洗了 就是你赶紧把洗澡这件事做了 那么洗澡和后面的洗 有同行的片 所以呢 把后面的洗都被删除了 那就是把澡洗 把叫税好也是 是把税叫税好 这个税 两个税是同行的 所以呢 第一个税被删除了 就是把叫税好 所以这些例子呢 都可以看到 表面上看起来 是后面的一米移到前面来 但是实际上不是 只是由于发生了同行三令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接着讲 有问题大家随时 那下面这一类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类型 就是轻动词 结构形成的类科词 它的类型很多 分析起来 比刚才我们的分析要复杂一点 首先我们看税里的教 有没有 我觉得更适合的 写字 你认识你 您知道 什么东西 哪个一类型 有什么东西 这不是 它是用了绍子叫做解绍 那是不是 哪些这么说 对 做解绍 搞 做解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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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装 就是 真的是 我的正确意 对 第一个 是第二个字,而第一个字,叫做绿色的字。 七动词是什么意思? 十一动词的翻译。 对,它正好是非十一动词。 对,研究是十一动词。 七动词是什么意思? 相当于度,英语的度,汉语的进行做绿色。 好,这类结构通常出现在两种格式里面。 第一种是主语和零数性地语同词,就是以税以教。 第二种是主语和零数性地语是不同词的。 老人操着总理的心。 这个话实际上不是太常见的。 但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意证是很容易理解。 这个话实际上,你睡你的觉,是说你不要管别的事情, 你只管你自己睡觉,不要管别的事情。 老人操着总理的心,这个老人指的是中国的一个地产商, 叫任志强,叫老人。任志强是一个产品人。 他是一个官二代,他的父亲是一个高官。 他父亲做房地产商。 但是又经常发表一些攻击老百姓,攻击平民, 特别是攻击穷人的一些言论。 比如说,他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说,商品房就不是给你这些没钱的人开, 是给有钱人开。 你们就不要指望买房了。 所以被这些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攻击。 这个年轻人特别是在大城市被批啊, 大城市打拼的这个年轻人, 为买房了,很辛苦。 还有攻击了,你们不要指望买房了。 所以总是被这些年轻人攻击。 所以另外一个地产商叫潘石立, 就说了这句话, 说老人抄的总理有气质。 他的意思是说,老人,就是任志强, 你说这些话,其实根本就不必要去说。 这种话是总理说的话。 总理才该说,你一个地产商应该说这种话。 所以他们说,老人抄的总理。 什么意思呢? 老人抄心这些事情,不是他自己应该干的事情。 这样的意思。 你应该做一个天使。 glass色。 副作词和老人抄心也是这样。 deстанов的存在, 你学来都很认为西安贸对 他不是那種,就這樣做了 本來還是會煩燒的 就說的是什麼 所以另一位 他就說 那是很正常 那是你 就說 是你 別的 我認為 問 minutes 是 或是 真的 他學會 我就是 所以 他 他 是 在說過了,他不該擅過的呢. 他不該擅心你們也知道自己的意思, 以為他不該和她的意思, 而,因此,他不該擅長。 那問題,接著講。 这类的课词实际上和我们俠里要讨论的结构 是一个你看你的书 我打我的球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冬木桥 你走你的 你管我 跟这类的课课 这是一种汉语的特殊的一种构式 这类的结构 它有这样四个特点 第一 冰语中的零书一定是准定语 就是你看你的书 我的球 我打我的球 是一种准定语 什么叫准定语呢 就是它没有真正的东西 比如说我打我的球 这个球不一定是我的 这个球不一定是我的 可能是别人的 这个书呢 你看这个书 这个书也不一定是你的 你走你的阳关道 这个阳关道更不是你的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不节目动词 也可用在这个阳关道里 不带地语 你走你的 你走你的 你看 走 是不带地语 对吧 对吧 可是呢 它可以加一个礼担 来作为它的形式上的定语 你走你的 你走你的 你只管你的 你走 不要管你的事情 如果在对写的歌声里头 你看得出书 你走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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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得了 我都得了 你走你 你走你 是否你 你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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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对于这个东西 那么第四 主语和兵语的定义同指的时候 那么就有第三个特点 我这个表达的特别准确 如果不同指的时候 那就是刚才说老人操了准备的心 同指的时候呢 就是说专注于一种件事情 不要管别的事情 如果不同指 老人操了总理的心 就表示某人干的自己 不应该干的事情 那么我们要对准定义做一个解释 所谓准定义是这个 是这个吗 这说的就是轻动词 没有说话 没有加紧 我转出来的 那我还是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就是准定义呢 就是汉语的现代汉语以后 定义和中心语之间 一般来说有与衣裳的关系 对吧 不但有形式上的关系 而有与衣裳的关系 比如说干净的衣服 干净 修饰衣服 这是形式上 结构上 与衣裳的也只是衣服 是干净的 那么这是真理普通的定义 但是还有一种准定义 比如说我们下个要讨论到底 看了一天的书 看了一天的书 一天是修饰的 说不定义了 但是实际上呢 语义上呢 一天和书没有关系 一天是和那个看 是看一天 和看一关系 所以一天呢 就是一个准定义 再比如 士民吃上了放心菜 士民吃上了放心菜 那放心修饰菜 但是菜 台湾上放心不放心 放心的是人 吃菜的人 所以放心来修饰这个菜 那就是一个准定义 那就是 总之他说 定义是说 秦氏和异乙都其以来 这一天的定义 Понятно,这就是 псевдоопределение 就是语书 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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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学位在前面说,你带是几个小的,你带是几个小的,你带是几个小的。 好,那么这类准定的节奏,是我们要和我们要谈到的联合词节奏,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就后面一块儿要做解释。 那么再对这个轻动词作业解释,轻动词指的是没有词汇意,或者说词汇意很少,总要语法作业的词。 在英语中,就是一个典型的轻动词,汉语就是进行作家语,这几个,它词汇意是非常少的。 那词汇意靠什么来体现呢?靠后面的十一动词来体现。 比如说,对污染情况进行调查,语意上这个进行词完全是多余的,从语意上说,进行是多余的。 就是调查污染情况,就很好,对吧?所以进行在这个词池期的语法中。 做社会调查也一样,就是调查社会,就很好。 要采取不同方法,加以解决。 那就是,采取不同方法,解决难免。 那就很好,对吧? 所以呢,这个加以,是没有提供任何词汇意。 可是为什么需要? 那就是,这是现代汉语的一个特点。 就形成一个轻动词加十一动词的结构。 那有什么好处?我最后会谈到,就是这种结构, 为什么汉语都会发展出来? 汉语有表达上的一些好处。 好,那么,有一些句子结构,如果我们用轻动词来形式,就比较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进行加以做,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形成形动词。 还有一些形动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叫引性形动词。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三十七里,就是一些过去的学者, 用来分析汉语的特殊结构的,用到了形动词。 比如说,门口坐着一个人,我们说的这个存现句。 存现句的构造也是很特殊的。 那为什么门口坐着一个人,是这个一个人是坐的主体,对吧? 那为什么跑到后面去坐冰语呢? 什么原因? 这些人是存在的意义,而且存在的意思是怎么来的? 存在的意义是怎么来的? 而其中一种观点就为,存在的意义是由隐性的形动词有。 但这个有还不是完全没有词可以,还有一点词可以,但是它的语法一分多。 这个有,形动词有代的,而这个有代的,表示存在。 有在汉语就可以到存在,就是门口有人,可以到存在。 它又是没有读音的,没有读音。 因为新动词很容易失去它的读音。 所以,而这个有又是位语的核心,它是位语的核心。 我们前头都提到,位语的核心是不能缺失的。 那它又没有读音,怎么办呢? 它就会吸引十亿动词,拷贝到它的位置上,跟它合并,合并在一起。 合并了以后,当然隐性的还是隐性,这个有还是隐性。 显性的呢,还是显性。 就是这个坐是有读音的,所以就把坐读音显示出来了。 那就是门口坐着一个人,对吧? 本来是门口有一个人坐着,坐着能移动到有的位置上,拷贝到有的位置上,原来的位置上才相处。 就形成了门口坐着一个人。 这个核心因为是一个虚词,它会跟着你。 并不移动,会跟着动词了。 所以呢,也跑了前面。 你跑什么? 这个话也是从结构上说的,也是很难分析。 但是如果我们用轻动词来分析,就可以解释。 戒词也可以分析成一个轻动词,因为戒词是比较虚化的。 这个胃呢,可以看作是一个戒词,也可以看作一个轻动词。 如果说这个本来是你胃什么好,这个胃如果没有读音,那么就会吸引跑, 烤贝到它的位置上去,跟它合并。 原来就烤成山了,那就是你跑什么? 我吃食堂。 我们知道这个话在派对的,也都是非常合适的。 我吃食堂,就是我在食堂吃饭,对吧? 那食堂不能做吃的飞语,一般情况讲。 为什么在这里能做到飞语? 那原因是,本来这里的飞语在。 我在食堂吃。 但是在的没有读音。 没有读音,吸引到吃。 拷贝到,再有位置上去,跟它合并。 原来在马上,原来位置上去,就是我吃食堂。 我写毛,本来有用。 我用毛一写。 没有读音,所以写到它的位置上去,跟它合并。 就是我写毛。 这是,像蔡维天他们的一些学者提出来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所谓听动词,隐性的听动词。 就是说,虽然你没有读音,你看不见,听不着。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结构,句话结构和语意,可以推出来。 这个地方应该有,还是推出来的。 就是说,比如说,我写毛一写。 这个毛一写是一个工具,对吧? 工具的话,一般是用用的,对吧? 它有点是用用的,或者是试音的。 可是这个用,我们看不见了。 那原因就是它是隐性的。 隐性的吸引它写到它的位置上去。 好,那如果我们用轻动词结构来分析。 理看不见,理顺有比较。 那么就比较容易解释了。 那么它的底层结构是理度你的看数。 就是理做你的看数。 这个度相当于做进行。 度是一个轻动词。 没有读音,就会吸引你看。 拷贝到度的位置上跟它合并。 就成了。 然后呢,在原来的位置上在山了。 原来的一看,我山了就是你看人数。 同样,你走你的,也是你度你的走。 你做你的走。 度,没有读音。 走,拷贝过去。 原来的位置是山了。 就是你走你的。 那么,我们用一个数据图就看不看清楚。 理度,理的看数。 那么,度是一个没有读音的一个轻动词。 十一动词看数啊,它已经被子称化了。 相当于一个名词。 所以我们这个g代表的是一个动名词。 就是g代表的是动名词端语。 就相当于g相当于一个ing, 它起到一个名词化的作用。 只是,这个信在汉语以后也是没有读音的。 也是一个隐性的存在。 所以它肯定是你的修士。 就是你的修士这个意思。 所以是,你的看数是你度你的看数。 这个度没有读音, 就会吸引习种词拷贝过去。 原来位置上的看数的看, 在表山。 就是你看你的书。 那么,你走你的也是这样来的。 是你度你的走。 然后走拷贝过去。 原来位置上的走山, 就是你走你的。 所以,你的本来就不是修士书的。 为什么你的书是一个准备? 它就是这么形成的。 本来修士的是你的看数。 是你的看数跟春天的到来。 这本书的出版是同意的。 是你的看数。 但是看了, 因为它拷贝过去以后, 形成同行。 所以,原来位置上的看, 被删去了。 所以,你的表面上的看, 你修士了书。 就形成了这种准备。 好,如果是离合词, 那么就有可能发生互补删。 你睡你的觉是, 底层结构是你度你的睡觉。 度,由于没有读音, 睡觉呢,拷贝过去, 跟度合并。 就是呢, 你睡觉,你的睡觉。 两个地方是同行的, 所以在分别, 发生删除, 互补删除。 一个是右端三略, 一个左端三略。 这就是呢, 你睡你的觉。 那么, 老人操着总理的心, 那也是这样的, 是老人度总理的操心。 拷贝过去, 老人操心总理的操心, 互补删除老人操着总理的心。 那么, 用心动词结构来解释,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题后, 就可以解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四个特点。 第一, 并理中的一个数据定义, 是准定义。 为什么是准定义呢? 跟他一切说。 因为, 这个定义, 你的, 我的, 并不是修饰这个名词的, 而是修饰这个动词, 对吧? 看书, 打球。 不及不动词, 为什么? 你可以带并理, 你找你的。 原因是, 本来这个枣是不太定义的, 是你度你的枣, 对吧? 只是由于这个枣被挪到前头度的位置上去了, 所以就形成了, 度你的枣, 你的这样的结枣。 那为什么呢? 语仪上有调是, 专注于某事。 因为同词, 主语和民俗信定义同词。 你看, 你度你的枣, 你度你的枣。 这个枣就是你的, 对吧? 当然就是表示你不干别的事情, 就干你自己的事情。 如果不通词的时候, 为什么表示, 是干了什么? 不干自己的干自己, 老人操作怎么用心? 那因为, 是总理的操心, 对吧? 你干的是别人干的事情, 你干的是总理干的事情。 所以呢, 它就有了, 一种构式, 句式, 你干的时候, 不是你自己应该干的事情。 所以, 用轻动词来解释这个结构, 无论是它的句法上, 还是原因上,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好, 有没有问题? 刚才这个有问题吗? 你看这个书, 你睡了一觉。 好, 把文记得往下讲, 对吧? 下边就是同类的, 我就讲的, 快点什么处理。 搬什么火, 厚什么火, 实际上是, 度什么办法, 就是做什么办法。 如果我们用一个显性轻动词结构, 就相当于什么呢? 进行什么研究, 做什么研究, 相当于做, 表示疑问, 对吧? 做什么研究, 你在做什么研究。 这个呢, 你在度什么办法。 这个度没有故意, 所以拷贝动词, 办法拷贝过去。 就是, 班班什么办法。 在后果三出, 就是帮什么研究。 当然, 这种提供有, 至少有三种意思。 帮什么办法, 有点有奇, 一个就是, 表示疑问, 你帮什么研究。 还有一点表示否定, 你帮什么办法, 就是来捣乱, 对吧? 后什么会呢? 后悔什么后悔, 后悔什么会, 只有一种意思, 就是表示否定的很, 没有那个疑问的意思。 好, 我们再看看, 班大王。 班大王呢, 实际上, 就是度大王。 就跟我们说, 做仔细研究。 这个大, 一个形容词, 做仔细研究, 跟这个结果是平行的。 如果这个做, 是一个隐性的, 度大王。 那么, 我就给西里的动词, 考译过去, 就是班大王, 在同类三种, 就是班大王。 同类的结果, 班大王, 这个班特殊的王, 就是度特殊的班大王, 对吧? 洗莲水澡, 就是度莲水洗澡, 都属于同类的结果。 好, 吃饭品菜, 那我们要特别解释一下, 这个结果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说, 它是一种奇怪的一种结果。 所以, 过去的, 都是特殊的一支枪。 就是, 市民吃饭的饭品菜。 并不是这个菜的饭品, 而是市民饭品。 对吧? 过去是这么说的, 其实, 这种分析而已, 我觉得也不对。 它的结果是这样的, 是度放心吃菜。 就跟做仔细研究, 是一样的。 做仔细研究, 仔细是修饰这个研究的, 是表示, 研究是仔细的, 对吧? 对吧? 度放心吃菜, 是说你吃菜的时候是放心的, 吃菜的时候放心, 所以放心是修饰吃菜的, 说是吃菜的情况。 就跟那个做仔细研究一样, 仔细是修饰研究的。 然后这个度是没有读音的, 所以吃了拷贝过去, 原来的位置上才删除了, 就成了吃饭品菜。 就形成了我们特殊的, 这种准定义的结果。 所以汉语的这个, 隐性的轻重词节目是非常普遍的, 就是我们在学汉语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隐性的轻重词, 隐性的轻重词, 将数量关于, 看了三天的书。 也肯定有同样的反词是, 度三天的看书。 三天的是修饰看书的。 我们前面说的, 三天的跟书没有直接关系, 而跟看书没有关系。 原因就是, 三天的是修饰看书的。 现在看了, 拷贝过去, 在原位子参数的时候, 就形成了看三天的书。 睡三天的教育, 一个雷和字节目就是, 度三天的睡觉。 三天的就是睡觉。 拷贝过去以后呢, 在后果三处, 就形成了睡三天的教育。 班的一次完, 班三天完。 八十年代的时候, 朱德西先生在现在的时候, 我和陆老师, 和陆景敏老师, 我们两个集成群出现讲, 讨论此类问题。 有一次就讨论他语法讲义的一个问题。 就是静一次成。 朱德西先生认为, 他的结构是下面的这种结构。 稍微有点错误。 就是静是树, 一次成是冰。 他把一次成看作一个成分。 我和陆老师不同意。 我们两个跟朱德西先生辩论。 朱德西先生没有说服我们, 我们也没有说服朱德西先生。 过了三十年以后, 我发现我和陆老师都错了。 就是静加一次成。 朱德西先生的证据是什么呢? 说, 就是这个六十二, 你看一次成也没静。 你看一次成整体的, 动作体能全, 对吧? 所以一次成就是一个头盘。 诸半个月移管。 半个月移管。 半个月移管。 你看就是半个月移管。 放在一起。 半个月就是修饰移管。 我们觉得半个月怎能修饰移管。 半个月是修饰移管。 跟移管。 没有实际关系。 第四十年。 朱德西之所谓的这些套移。 他的真理就是可以整体的往前移。 那我们从今天的影像来看。 从今天来看。 那就说, 当进一探成, 我们先看右边这个笔子。 是渡一探进城。 是一探进城。 一探是修饰进城的。 只是因为渡是轻动词,所以静拷贝到它的位置上去,原来的位置叫三了,就是那是静一样成。 那搬一次,搬三天,也都是这样。 这样我们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次成可以整体到目前一,对吧? 因为本来就是一次进成。 所以一次成也没有进。 如果它的底层结构的话,把它还原,那是一次进成也没有进。 这个发生也是可以说的,一次进成也没有进。 这个发生也是可以说的,一次进成也没有进,也是可以说的。 所以诸德西的关系,我觉得是悲惩超前的。 由于它太超前了,四十多年轻,三十多年轻,我们还认识不到。 三十多年后才认识到诸德西先生的英明。 就是我在做这个离合词的时候,才发现做这些关系之类。 搬一搬搬,搬搬搬也可以做类似的。 我这个因为书信中文化,我们就用平面的现实的文字。 实际上是度一度搬搬。 就是说度既然是一个动词,但是它也可以重叠了。 对吧? 度搬搬搬,度一度搬搬。 就用作作严静。 做作严静,也是可以的,对吧? 做作比较长,你去做作比较长,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度度搬搬,然后搬搬在分别拷备的两个度的位置上去。 那就知道,搬搬搬搬搬搬搬。 当然可能说了挺多,也太啰嗦了。 所以呢,在分别删除。 就是搬一搬搬,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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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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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一个根 酒 烟是一根烟 一支烟 不是一个烟 酒是一杯酒 一口酒 一瓶酒 你不能说一喝酒 特别是孝敏酒 更是奇怪 孝敏的一喝 但是如果我们用轻动词结构来分析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喝一个酒 它是说度一个喝酒 一个是修饰喝酒的 这边我们说做一个研究一下 一个就可以修饰一个动词形成的 做一个研究 做一个调查 所以是做一个喝酒 但是这个做 心动词做是没读音的 所以喝就被吸引过去 拷贝过去 原来的位置在三个月 就是能喝一个酒 笑一个 我们照相的时候 笑一个 可是怎么来的 过去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那实际上就是度一个做 都度一个笑 做一个笑 那做没有读音 笑草贝过去 莲为三处 就是笑一个 笑一个也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那一刻词呢 也是平行的结果 搬一个门 是度一个门 就像做一个门 坐为五一 搬门拷贝过去 原位置在互补删除 就是搬一个门 在互补删除 就是搬一个门 我们还有睡觉一种解释 有可能是因为同样 第一步是度一个睡觉 然后拷贝过去 是睡觉一个睡觉 但是 这个再过五三处 就是睡一个教 但是这个个 也是没有读音的 个也有读音 这个量词也有读音 怎么办 我就要把这个教 再拷贝过去 把教填充到各的位置 所以这个教就取得了 量词的地位 所以睡觉 这个教是相当于一个量词 我们再看 搬了门 搬着门 搬过门 那我们都可以做类似的 搬到门 那就是度了搬门 然后搬门到搬门 然后搬到门 搬不散搬门 是度不散搬门 经常做不散研究 是这样的 做不完也 就是做不散研究 然后搬门不散 然后再分别删出 搬不散 好 对象 带对象的对象的存在 帮他们做